继续和大家聊科技兄弟伟大的电影《冰雪报》Fargo 这是我这个逐场景系列解读视频的第20期 上一次讲到Karl在停车场偷了一个牌子 出来因为停车费和收费员产生争执 他甩下4块钱放了一堆羞辱的话 他是因为钱吗 他马上即将拿到一笔 至少在他看起来4万美金之高的一个服务费 或因为这样的一个区区的小钱就如此的势态 他真的是因为钱吗 其实他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场景里头 社会或者是建制所设立的一些规则和原则 以及这些执行这些规则和原则的人 对他的在他看起来是某种的支配和控制 这是让他很不爽的 他是一个social path 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 他希望用自己的原则 自己设立的规则去控制别人 这是他的问题 因为社会本来不是这样运转的 在整个的Fargo电影里头 赎金或者钱出现的时候 他都是剧作上称之为 麦格芬的一个工具性的东西 观众们其实不关心这些钱本身的问题 但是通过这个钱的设定 我们看到角色们有机会在屏幕上展示他们的选择和品格 我们就是通过对他们的审视 有时候对另外一些角色的共情 对自己内心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是一种审视自己幽暗的机会 也是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机会 更重要的是观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个本质 人和人之间我们总说 好像有的人比较强势 有的人比较弱势 然后有的人好像他就在一个hierarchy里头就比较高 有一些人就看起来就比较容易被欺负 被霸凌 为什么呢 是因为人的财富水平 是因为人的官籍地位的问题吗 当然是有这样存在 但是同时在personal的level上 在人的层面上 其实人和人之间又是根据另外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比如说道德 比如说勇气 比如说诚实 这些其他的跟人的品格有关 来决定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所谓的高下贵贱的 我觉得今天我要分享的两个场景就非常好的 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观念 今天我要分享的两个场景 一个是margie和proudfoot之间的一个对话 另外一个是margie和jerry之间第一次的见面 我觉得特别是后面这个场面 大家真的是应该反复去观看 在整个冰雪报里头 margie和jerry一共有两次的见面 在同样的一个场景 都是jerry的办公室 但是他们的这样的对手戏是如此的精湛 如此的精确和如此的revealing 他透露给我们太多 我们其实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真相 Macy和McDorman的这两个演员 因为他们的在这个电影里头表演 当年双双被提名奥斯卡的最佳表演奖 Francis McDorman赢得最佳影后 Macy错失最佳男配角 但是那不是梅西的问题 而是奥斯卡的问题 他们俩的这两场对手戏 绝对是堪称伟大 这是永垂影史的最精湛的表演之一 而且柯恩兄弟在这两个 他们的不同的会面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反差和事情的变化 人内心真相的这些变化 实在是伟大的剧作 我们就进入场景的分析 从上面的机场一转之后 来到了一个又是充满红色的场景 我们看到整个的车间里头 然后他在找Shop 因为Jerry需要 因为伟德现在要去送那个钱 他要做出一些想办法的调整 能够把自己的阴谋继续能够遮掩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他的一个agenda 他同事吃的三明治 说talking to a cop talking to a cop 然后他就同事又重复一句 said she was a cop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句话 不是白写的 首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和工作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到 是一个女警察 一个怀孕的女警察来着 除此之外 这个怀孕的女警察 其实从自己的穿着上 已经和他们在生活中 看到的警察也不一样了 这也是整个非常一个细节 和主题有关的一个细节的变化 Margie在Brainers的时候 无论在办案还是在吃午餐 都是全副武装 从里到外都是警察内身行头 配着枪 他可能还配着枪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妆容上 他的衣着上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甚至这个发型 有一点点像戴安娜的感觉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 因为Margie来到双子城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的同学 Mike Yanagita 男同学 他来之后 他的这个性别的意识 自己作为女性的这样 我需要美丽 我需要be attractive 这样的想法 就比他在丈夫身边和那些警察同志身边要明确多了 所以这一句话 say she was a cop 不是白给的 接下来给了一个主观的镜头 交代环境的同时也不白给还有其他的想法 首先我们看看Margie和Shep各自在一个窗户框里头 引导大家的注意力 另外为什么Margie要在左边 Shep要在右边呢 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呢 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导演或者影片的制作者们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做出一个选择 后面就一定会有一些意义 为什么 门在这边 Margie堵着门 把Shep逼到了死角 这就是整个这场戏 All is about Shep是一个不善言词 甚至也有一点点反社会的人 对吧 他和Jerry的那一次的对峙 Jerry想知道绑匪的联系方法 他非常的敷衍 甚至全只是扫了Jerry一眼 对他没有给过任何的正眼 按道理 Jerry在这个地方的社会阶层 是要比Shep要高很多的 对不对 从财富上很显然Jerry是中产的 非常富裕的人 和Shep一个印第安的一个修车的工人 差异很大 可是他并不能在这个社交的等级当中获得对方 哪怕是平等的对待 更不要说尊重 但是Margie在这儿 虽然是因为Shep知道自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Shep对他的这种关注 从始至终 眼睛没有离开过Margie 这不能只是说这是一个社会的阶层的问题 而是说其实Margie在整个戏里头 自己的对话里头表达了一种 他体现着Margie作为一个好的人 一个真诚的人 一个为对方着想的人 没有运用自己手里头可以挥舞的权力 去逼对方就范 而是试图站在对方的角度上 告诉对方真相是什么 让对方能够和他配合 我们还是一句话一句话的稍微过一下 很快的 Margie说 你还记得周三晚上有个电话吗 打给你的 Nope 你是住在1425Fremont Terrace这个地方 对吧 Yep 是的 其他人还住在那儿吗 No 那先生这个电话是半夜三点打给你的 我不太相信你对这个事情就完全没有印象吗 然后我知道你有这样怎样的问题 你以前有过跟毒品有关的 现在在假设当中 熟 又怎样 并不友好 整个Shape的姿态 它是一个抱着胳膊在胸前的 是一个防御的姿态 自我防范的一个很警惕的不信任的姿态 Margie怎么会不知道 对不对 Margie手插着都其实还蛮轻松的 就是告诉对方 你也不用太紧张 我对你的事情已经门清了 刚才讲的这个位置的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Shape的背后是一扇大玻璃 可以看得很通透 对不对 Margie的背后是硬木板 是一个坚实的 我后面很扎实的背景调查 已经搞定了 你就不要再遮遮掩掩了 我已经把你看穿了 好 Margie后面基本上用理性在跟你说 你现在的情况我已经完全知道了 你然后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你继续还要隐瞒的话 我就会认为你是要故意和这些杀人犯有关系 这个事情就会把你带入万劫不复的 让你回到了这个叫backing still water 让你又回到你的监狱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经历 是Shape千方百计拒绝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因为Margie之前和所谓的Silbert警探 做的一个背景调查 他是完完全全的 终于指手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他对这个interview 对谈是非常扎实的 然后他在试图用自己的人的层面的说服力 说服力 persuasion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我告诉你 我可以把你怎么怎么样 而是也许这是一个女警官女警长的 她的或者Margie本身的personality带来的一种美善的救赎的作用 就是说你没有坏到那种程度 对吧 你干嘛要和这些杀人犯搞在一块 然后最后其实他已经完全在这个时候break了 break了Shape 就是已经把他的打碎了 把他彻底的征服了 所以他最后说出来这个 所以你还记得吧 就是他没有才第一时间去戳穿对方撒谎 整个的过程中 Shape Prophet说了四 发了四次声音 对吧 Yep Nope No So 就这四个声音 其中第一个是谎话 Margie没有在 第一时间call out 就直接指出来你胡说 你不可能不知道 而是说通过你看我对你的地址 我都能把你家地址都背下来了 我知道你是三点钟接的这个电话 这些信息都是非常非常具体到对方 对方就通过这样的一个truth 一个细节就了解到对方其实对他已经非常非常了解 然后并没有去直接去攻击他 这种善意对方接收到了 对吧 所以最后Margie就很自信的 以微笑的一个姿态 所以说你应该才能记住那是到底是打电话给你都是什么人了吧 call ya 用了明尼苏打口音 call ya 就不用再演了哈这个地方 他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胜利的自信的 以这样的一个凯旋而归 然后场景一转 Jerry在这个纸上 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回头 第二次的时候 Jerry和Margie再见面的时候 你们比一比那些细节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当然这个镜头过来之后 为什么我觉得不是全全面的镜头呢 Anyway Jerry在画纸上画我爱高尔夫 他整个的这个办公室的布置 我们从他卖车给那两个那一对夫妇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无论是坐垫也好 身边的这些奖杯也好 处处都体现在他对一个社会阶层的一种想象力 他觉得说是因为去天天能打高尔夫球 去谈生意而显得有这样的在社会上的主导性的地位 但实际上那个恰恰只是一个结果 那不是原 那个不是说他们因为打那个才有权利 而是因为他们有真正的能够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 才能去打高尔夫球 但是他追求的是一个表面化的东西 所以他不在自己的其他的事情上努力 而是努力的天天的去想这样的阴谋 绑架自己太太 想办法拿点钱 他拿到这个钱 他就能得到了尊重了吗 他就能在这个和人相处的事情上 在家庭中 比如说他就能和韦德更平起平坐了吗 不能的 因为他没有付出自己应该付出的努力 他也没有那样一个值得尊敬的品格 戒指 爱 乱 心乱如麻 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自己就是逃避 或者是说自己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阴谋 然后自己又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白爪挠心 Mr.Lindergaard Margie进来 这个地方 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听一下这个是怎么的 非常的惊吓 本来来找Shep已经非常吓到他了 没想到还要再来找他 Margie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 就是说首先他确实是很强势 我能不能占用一点时间 你要回头再看一看他第二次是在跟他说话 那个态度和做出来的选择的不一样 他一边说我能占用一点时间直接走进来 因为这是他的职权范围内 他完全是有资格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Jerry有没有说见到一个女士 或者见到一个社会上的一个authority 毕竟警察也是一个服务大家的 你不应该作为一个公民配合吗 有问好吗 没有 What is that about What is that all about Margie是边问说我可以坐下吗 他一边就坐下了 因为这是合理的 这是一个只是一个说出来 就是说对对方表示这是你的办公室 我是尊重你的 您的确实是给你带来麻烦了 但是我同时我这些请求全部都是合理的 Carrieing quite a load 装的挺大一东西的挺重的 同样的话我们第二次在谈的时候 看看是怎么的不一样 Jerry的说的几句话 首先就是说意外 然后他的坐姿 我们看看这个调度的是 镜头内是怎么调度 Jerry在说这个话的同时使劲往后靠 然后往上看 这是一种 他本来希望自己是在一个好像更轻松的状态下 显得更自信 但是在镜头上 他就是显得非常的虚弱和渺小 然后他也是努力的去逃避 对吧 就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就完了的感觉 人自己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和实际上达到的效果 其实往往是不一样的 Jerry的这样的一个处于低姿态的在一个hierarchy 马上就已经在下风当中了 Margie始终是希望追求平等的 刚才他和Shep的时候他也是站着 对吧 对方站着他也是站着 现在对方是坐着 我也不需要居高临下 我也坐着 而且我真的需要坐一会儿了 你是这儿的生意的owner吗 所有人就说老板 Mr.Lindegard这都是带的静语 你看看梅西 这是两个人的 在这个场景里头为数不多的过肩镜头 过肩镜头里头 Margie的高度永远都比Jerry要高 Jerry Camera本身 镜头本身是用一个俯拍的姿态对Jerry的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影响观众心里的一个technique 梅西的表演 问到这个地方是谁的之后 梅西的第二个反应当然就是说甩锅 第一个是说抵御 干嘛来找我 第二个反应就是 这地方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这儿的一个manager 然后Margie说 你也可以帮我 我的名字是Margie Gunderson 他在讲到这句话的半中间的时候 他自己名字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Jerry来了一个 还在继续解释owner的事情 因为他脑子里头肯定是在试图去甩锅 这事联系到车行了 那我先把真正的我老丈人摆出来 我就好像能够逃避一点这样的问题 My father-in-law He's the owner 但是他说话的节点 是在对方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 在一个正常的 哪怕是说不需要很 很sophisticated的一个社交达人 你得知道说对方 我的名字是 然后被别人打断 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失礼的事情 但是他是一个失礼的人吗 他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吗 不是 他在这个时候说话 是因为他的整个脑子已经 已经开始计算 就说我怎么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麻烦 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帮我承担一些这样的麻烦 所以他失礼了 但是这个失礼的真的是太精确了 然后他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个又显出来自己的一个更加的卑劣 一种严重的自卑 好像就说我是个小人物 你也不要把我捏死 我其实负不了什么责的 自己贬低身段 你是一个executive sales manager 你在这个地方就是化石人 现在老板不在 你不应该代替主人行使你应该管家的一个职责吗 没有 他所想的就是逃避责任 Margie被打断了 我正说我名字了就被打断了 也很惊讶对吧 但是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人 是有一些人不太懂礼貌 不是很 我们也得包容别人对吧 这眼神 其实你说Margie关不关心这个地方 你谁是真正的老板 老板和你又是什么关系呢 不关心 既然你说了OK行吧 我还是要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对不对 Well I'm a police officer from upbrainer 我是脑梗真 我是从brainer来的警官 我要说明来意 然后他就非常专业的 很professional 很流利的把自己的来意说清楚了 但是大家能看到这个说 从礼貌到稍微觉得说 你这个对方我 Margie现在不知道Jerry多坏吗 Margie是倾向于信任别人 就是说对方 我是一个善意的人 我相信对方首先也不会说有那么多的恶意 对吧 他也想象不出来这个世界可能还有这样的人 所以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脑子缺根弦的人 那我虽然不是很开心 但是我就很专业的 他的这个表情的变化 从一个礼貌性到进入实质的办公的状态 然后蒋明来意之后 你们有没有丢车吧 有没有丢过一辆车 然后又加了一句 说把话说准确 这就是Margie的特别强大的地方 更具体的说是一个这样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车 切到梅西 梅西在这摇着椅子 看起来像个老板的样子 实际上是多么的defensive 他在脑子里头当然是再一次和背景的这个raising thoughts 无数的想法在后面前前后后在他里面搏斗 怎么办 这事 这是他要需要想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是怎么了 是那个杀人的事情已经被 已经那个车牌被看到了吗 然后是因为Shep已经把这个事都告诉警察了吗 这事情其实也得想一会儿了 他怎么去回应呢 他就选择干脆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对方知道什么 那我就装傻呗 我装个可怜虫好不好 我就不回应对吧 Margie也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这个地方都沉默的时间之长 为什么我说 你大家一定要去自己看一下 我这个是没办法讲出来 那个节奏的 那个节奏必须得自己去感受 他的这个名字好像还在努力的配合对方 他是傻吗 他不傻 我们再次说这个愚蠢 愚蠢不是智力问题 而是道德问题的问题 最近美国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在纽约的地铁上 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一个人 一个非裔的人 把一个华人的女性 一个白领就推在地铁上 然后正好来地铁就把这个女士就撞死了 这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事件 非常的令人恐惧 然后令人厌恶 但是这个事件里头 我们那天就说起来说 这精神病人你说他傻吗 他怎么不去挑一个身高体壮的年轻的男性 去做这个事情呢 他不傻 他知道他什么恶能做 什么恶他可能做了 做不了 然后还会受到惩罚 Jerry不是一个傻子 他智力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就是因为太坏了 Margie说 Mr.Lindegard 继续沉默之后 Jerry其实在这样短短的一个沉默当中已经算好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我就装装从一个好像很awkward 我完全不懂社交 我也完全没办法给人一个正常答复 希望能够混过去 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了一招 Brenard把脑梗镇 你脑梗镇来的 然后露出来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友善的微笑 你刚才有没有微笑 人家进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给人家一个骑马的 一个微笑 No 没有 这个时候Brenard Margie非常的惊讶 这种disconnection 这种谈话里头的怎么说的 连接不上是吧 有点点脱节 我问你A 然后你过了半天 跟我说了个C的事情 这也是其实Jerry和后面我们看到迈克亚纳吉他的一些特性 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 就说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呢 然后Margie很高兴的是说 我刚才始终不知道如何去和这个人产生任何的直接有效的一个连接 现在对方似乎来了点状态了 我终于有找到一个机会跟他产生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对话 很开心 他就真诚的这样的小Margie的笑是真的是坦坦荡荡的非常的美善的一个笑对吧 对方说Brenard你知道我这么这个地方 我这我再自我解采一下Home of Papania Baby the Blue Axe 因为他们那就是以这个东西出名 Jerry重复一下 Baby the Blue Axe 然后他的笑太经典了 我无法形容大家自己看 嘴里头还拉着丝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出来的 这种虚假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笑容 但是你说第一次如果你见面的话 你还就真的就被他骗了吗 对吧 如果你想象一下你第一次见到一个这样的人 你可能就觉得 哎呦这人可能就是有点弱智吧 这人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慢 他就是 然后也可能比较不会社交吗 就是一个笨拙的人吧 Jerry在这儿是真的非常高超的在试图去表演成另外一种人格 你看Margie的这个表现 但是这个同时 这个Baby the Blue Axe本身 好像又带着一点点的轻蔑啊 对方讲的说我们那儿 对啊 我们是那个Pobania 保罗巴娘和小兰牛的地方的故乡 Pobania是多么威猛的一个形象 小兰牛是很小 我们说起来我们故乡 然后你就挑了一个那个比较小的 那个比较顺从的 那个比较是跟随性的 那个角色是吗 Jerry可能潜意识上觉得说 你女的你们小地方我是大城市的 我是男的 但是Margie呢 其实就也是下意识的做出来一个回应 他说什么 对 我们那儿有那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雕塑 很大那个雕塑不是小兰牛啊 是Pobania 你别看我们地方小啊 我们也很能干的 你要惹我的话 我也挺狠的 说实话 非常微妙的一个交换的信息 然后双方的在这样的一个 好像挺友好的氛围之下 Jerry就想就说 也许他如果不是那么聪明的话 我也许他是不是会忘掉自己这些事 还是不会的 他决定了就是我风口如瓶 因为我真的 我说任何话都有可能说错 他的笑容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然后也许内心深处的这种巨大的隐忧 还是能盖过这样的一个自己去遮掩的努力吧 Margie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 他不怀疑他 对方也对他挺友善的在他看起来 他再次声明一遍 就是也许对方笨嘛 忘了我要问什么 所以你没有丢车对吧 Jerry其实在 在等待他问这一句话 他不想自己说 因为他也知道说自己说出来 不知道该怎么说 等到了 Nope No man 很有声 这个表演实在太精确 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这些 他是怎么能够演成这样的一个程度 Okey dokey Thanks a bunch 然后最后来了一句特别有意思 特别好的写作和观察 警长的素质 他进来之后可能在跟对方交缠的过程中 已经打量了所有的细节了 他看到了对方其实百无聊赖的这样的一个人 上来就是在那瞎话 白天在这儿滑水 对吧 你不好好干活 不好好工作 你做这些没意义的事情干嘛 这是你的paperwork paperwork当然在另一个层面上 也能够指在法律上的一些这种文书 商业上的这种合同啊什么的 Jerry现在面临的就是他要怎么能够回复这个GMAC的那个贷款的问题 他给人家的这个序列号都还没给到 所以那个paperwork他还没有做 下一场面 在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一语双关 然后当然margie没有任何的恶意 我就放你继续做你的手头上的纸面工作 纸面上的工作 意思是我理解大家工作 有时候时不时偷个懒都没问题 非常友好 然后没有对他产生任何疑心的 明尼苏达nice也好 或者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亲善的一个性格 Jerry走的时候 目送他出去 有没有说再见 有没有说您走好 您小心点 天冷小心 margie进来的时候 他没有问好 margie离开的时候 他没有告别 这不是因为他不懂社交 都是因为自己坏 那就是这样的表演 他也他也注意到 就是哇塞对方看到我这个 所以有一点点尴尬 但是这个的给后面的那场戏 埋了很多很多的差异性的一个细节 他这个表情的变化实在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这样控制脸上自己的肌肉 我是一直对演员这些个行当是非常的佩服的 然后他就还是要找Shep 对吧 他要搞清楚到底这个Shep警察来找这个Shep Prophet是干什么 对方都已经知道他的阴谋的多大的一个层面的线索 他得想办法找到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吧 首先Shep给离开了 没想到然后他这个同事他想问对方对方也想帮他 但是他这种脑中要计算的事情脑力也不够 而且这个事情给了谁也就是没办法了 你这个错已经筑成了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一个其他的人在不透露自己这么坏的情况下说清楚办好呢 没有可能性 因为你自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网络 那你就自己承受这样的苦果吧 最后就是have him so人的对方 what 说呀 你倒是说呀 他的手下的员工 面临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无能的老板 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尊重 所以你说Jerry 你空空的有这样的一个executive sales manager的一个title 你有这么好的一个社会的地位 你的经济水平也不差 但是没有人会得到 你不会得到什么尊重的 这里头的差别在哪 还是道德问题 是吧 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下一次下一次预告一下 等一下 下一次就是影片当中很多人最不理解最神秘 也是我觉得科恩兄弟用意最为深刻的麦克亚娜吉他在redison的会面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